到目前为止 我在物理上做过的所有力矩问题中 我只是算出了力矩的大小 因为这就是重要的 但是力矩实际上是个矢量 它是有方向的 这是因为力矩被定义成 到转轴的镜像距离 和施加的利益的差程 这些都是矢量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我第一次是怎么教你们矢量的 然后给你们展开 为什么这和我们用插成计算是同样的 现在用插成 除了力矩的大小 我们还要算出方向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距离有点 这只是力矩方向的定义 我不知道这实际上有多直观 之前讲力矩时我教了什么 假设有利弊 我们设这可以是时钟的指针 或者它被钉到了墙上 所以它会绕着这个物体转动 我们设这个到输轴的距离是R 我们设这个距离是10 也就等于R R的大小是10 所以到输轴的距离是10 我在这里施加一个利F 我要用黄色写下F 我施加了一个利F 我把这画成直的 我以某个角度施加利F 这是利F 也是个矢量 它有大小和方向 我们设这是10米 假设我们在这里施加了一个7牛顿的利 我让这更有趣一点 假设我施加了一个跟3牛顿的利 我只是编造的 因为我认为这个数能算出来 我们说这个利和杠杆壁 或者转动壁 之间的夹角是 这次我们用弧度 假设它是π除以3 但是如果你们要形象化一点 这是60度 π除以3等于θ 所以根据我们对牛举或利举的了解 绕着这个支点的利举是多少 或者说这个利形成的利举是多少 当我们学习利举或牛举 我们发现实际上这些问题最难的部分 是你们不能直接用利 乘以到转轴的距离 你们实际上要乘以引起旋转的利的分量 或者垂直于转动壁的利的分量 或者垂直于利弊的分量 所以我们怎么把这个算出来 垂直于这个利弊的利的分量 我可以把这个画出来 我看一下 它看起来是这样的 我可以把它画到这里 我也可以把它画到这里 对吧 这应该是分量 或者这应该是垂直于转动壁的分量 平行分量应该是这个 但是我们不管它 它对转动有没有影响 对转动有用的唯一的利 就是利的这个分量 这个利的大小是多少 使量F的垂直于这个利弊的分量 如果这个角 我在下面画一个小的三角形 如果这是根三 这是π除以三 弧度或者六十度 这是个直角 这是π除以三 我知道 这看不清 这个长度是多少 这是个三十六十九十的三角形 我们知道 这个长度 我的意思是 有很多考虑方法 既然我们知道了三角学知识 我们知道这是根三 乘以三音π除以三 或者三音六十度 所以这就等于根三 三音π除以三 或者三音六十度 就是根三除以二 所以根三乘以根三等于三 这就是等于二分之三 所以这个力矢量垂直立弊 它的分量的大小是 二分之三牛顿 现在我们能算出 力矢的大小 就是二分之三牛顿乘以十米 所以我们知道力矢的大小 对 现在用的符号要小心 要来提醒你们 力矢是个矢量 或者你们也可以把这看作是 微矢量 因为这有点不管怎样 我们不研究这个 所以力矢 矢量的大小是多少 就是二分之三牛顿 乘以这个距离 记住 我刚把矢量画到这里 来给你们展示分量 我可以把矢量移动到这里 因为这实际上 就是施加利的地方 你们可以在这里画一些矢量 因为矢量可以到处移动 所以这也是二分之三牛顿 或者让这表达更清楚一点 所以就是二分之三牛顿乘以 到转轴的距离就是乘以十米 这等于多少 15牛顿米 所以这个力矢的大小是15牛顿米 但是我们在做的希望这看起来有一点熟悉 这就是当我们学习力矢和牛矢的时候学的 但是现在我们做的是算出了力矢的大小 但是如果想要知道方向会怎样 这就是插乘要做的 插乘的定义是什么 插乘R乘以F 这就等于R的大小 乘以F的大小乘以它们之间的较小夹角 它的正弦乘以与它们垂直的矢量 这实际上就是有用的地方 因为所有这里的这些 这些都是标量对吧 所以这些不用指定方向 方向由单位矢量表示 单位矢量就是长度是1 只向某个方向的矢量 看 这也要插乘这部分 这部分得出了大小 我们只要用学过的算出力矢的方法来做 力矢的大小乘以3θ 就得出了垂直于力弊的力矢量的分量 我们只要用这个乘以R的大小 就得到力矢矢的大小就是15 我们现在可以把牛顿米略取 15它的方向就是这个矢量 n矢量的方向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法相矢量 对于这个矢量我们知道什么 垂直于R 这是R对吧 垂直于F 唯一的 可以形象表示三维世界 一个矢量垂直于这两个 这个垂直纸面向里或向外对吧 因为这两个矢量在屏幕所在的平面内 所以如果我是垂直于屏幕的矢量 不管你们怎么看 它就垂直于这两个矢量 如果这个矢量垂直纸面 向里或向外怎么算出来 我们要用右手定则对吧 右手定则中我们用R 用食指表示 F用中指 大拇指的方向就告诉了我们 我们是否插成的方向 所以我把这画出来 我看一下能不能画好 所以如果这是食指 你们可以想象 你的手放在屏幕上 所以食指代表R 这是我的右手 记住这指对右手适用 如果是左手就得出相反的方向 然后中指就指着 F的方向 然后剩下的手指 我鼓励你们把这画出来 所以如果我要画出来 我把指甲画出来 这样你们就知道这是什么 所以这是食指的指甲 这是中指的指甲 所以这种情况下 大拇指指向哪个方向 我的大拇指就是向外的 我希望可以 这是大拇指的指甲 希望这说得通对吧 这是我的手掌 这是另一边 我可以继续画 但是希望这说得通 这是食指 这是中指 我的大拇指垂直指面向外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立举 实际上是指向指外的 所以单位使用N的方向 就是向外的 我们可以用一个圈 里面点一个点表示 我几乎到了时间限制了 所以这里就是 当施加利举时的插成 下个视频再见